口号喊的正天驾响 高举着反对国葬的标语 超过4000名日本民众 聚集在东京国会大厦前 从中午一直到傍晚举行示威活动 日本政府已经决定 要为遇刺身亡的前首相安倍晋三 举行国葬仪式 但民间一直有反对声浪 认为安倍并非现任首相 举行国葬只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面对外界的批评 确诊新冠肺炎解除隔离后 第一天上班的首相安田文雄 在记者会中表示将出席国会审查会 亲自说明国葬细节 而9月27号国葬时辰也已经公布 将从日本时间下午2点 也就是台湾时间下午1点开始 现场开放6000人进场 另外在舞蹈馆外设置献花台 民众可以到场献花致意 东水国中心综合报道